在過去的週末 內地多地都有人自發集會 悼念新疆烏魯木柴火災死難者 並且對嚴厲的防疫政策表示不滿 星期二的夜晚 廣東廣州市海珠區 再傳出因為防疫措施 而爆發激烈的警民衝突 由Twitter帳號 《李老師不是李老師》發布的 最新影片中可以看到 大批新穿防疫服裝的人員 首詞寫有警察兩個字的盾牌列隊前進 路邊的紅色擋板也被踢倒在地上 警方也潮著小行的民眾 投擲催淚彈 現場幾名男子疑似被鎖上手扣帶走 目前官方暫時沒有通報 或者是回應事件 在北部的紅色 接著被鎖上手扣的 被鎖上手扣帶走 在北部的紅色